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有一出独具特色的玉剧电影 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主人公那句 当官不与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唱词 更是妇孺皆知 深受大众喜爱 这部影片就是七品之马 七品之马官根据 玉剧传统剧目 唐之县沈告命改编 描述了七品之县唐成 面对封建强权 主持正义 执法不阿 法办权高势大的 告命夫人的故事 这是一部在民间广为流传 深受喜爱的戏曲作品 塑造了具有独特性格的清官形象 使唐成这样一个外表丑陋 心灵高尚的丑角 得到了成功的展示 该片于1981年 获第四届电影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奖 剧中现官唐成的扮演者 是玉剧表演艺术家 被国外观众誉为 东方卓别林的牛德草 他自幼以乞讨为生 十岁学习玉剧 拜师李小虚 专攻闻丑 勤奉好学 进步甚快 以后 牛德草又拜师高唱旺 李同斌 及京俊明丑 萧长华等 在博彩众长的基础上 牛德草荣会领悟 自成流派 官丑堪称一绝 他畅念作武俱佳 既讲究城市规范 又力求贴近生活 既有大家风范 又有乡土气息 观众赞起表演 丑而不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牛德草虽然是丑爵演员 但并非是人们头脑中 所想象的那样 仅靠幽默滑稽的身段动作 来赢得观众贺惨 其作品中 不但有滑稽搞笑的动作表演 同时还有富有牛派韵味的唱腔 和幽默风趣的念白表演 更重要的是 他的每一部作品 在让人发笑的同时 让人体会到深刻的伦理内涵 他创立的牛派 改变了人们对欲聚丑爵的看法 使丑爵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 他在继承优秀传统 深入体验生活的基础上 大胆吸收 刻意创新 弃而不舍 精益求精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以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身段 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 有本像我一阵阵 小的小菜坏 小窟窿逃出来 一个大胖虾 压得压走吗 你们看看 这奇怪不奇怪 你们谁讲过 我这七个品牌 芝麻小瓜 神啊神太太 你这吃鸡圆吧 我不赖 等夫人死了 给你买棺材 给你买棺材吧 蛮 Koh похож 蛮搂 语谐幽默的剧情表演 玉具丑行的经典之作 敬请关注中国电影资料馆 7月4日放映的玉具电影 七品芝麻关